今天果然升得算不錯 3.9% 上次回答的時候就說不錯 有勢 不用擔心 回答的時候,我記得科技股普遍都是很差的 逐了聲音,跌下去 尤其那些 九九八八 阿里巴巴,百度 這陣子一直著弱勢,還在跌下去 快手金更淒涼 還是在跌下去 我就說,小米不算太差 現在再解釋一次 為什麼不算太差 你看這個圖 你畫一條線 明顯之前已經是 上個星期倒搭的時候 已經出現這樣的狀況 突破了下降軌 下降軌是高位滑 換言之 它是正在上去的 就是 扭轉了 由高位滑下來的下降趨勢 這個 走勢來講 可以的 另一方面 你可以再看 可以這樣畫一條線 你可以這樣畫一條線 你看到它這樣 高位滑著 上個星期畫不錯 上個星期還沒有穿那條高位 是很明顯的 就一次性的 就形成一個三角形 這條就是虛線 再畫一條 下面你就知道什麼是三角形 是否很漂亮 不是很漂亮 但不要緊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 這條線 應該是這個 十字的低點 眼力就普通通 畫得不太準確 不要緊 就是這個低點 踏上去 就是一次是一個平頂三角形 對不起 平頂三角形 有看過 本人做節目 都知道平頂三角形 我比較喜歡的形態 平頂三角形 雖然三角形 是所謂 就是叫做爭似 未明的走勢 但是平頂三角形 往往偏好的 所以這樣的原因 上禮拜說 OK的應該 比其他科技股 是優勝的 結果今天 就好彎一點 真的升了上去 但總而言 升了上去 它要看 就是什麼 能不能再次 其實走勢已經轉好 那現在 在這個位置 增持 這個頂上去增持 如果 就 擺脫了它 明顯擺脫了它 走勢就要正式轉強 所以 如果升穿28元 相信就會 漲步轉強 那譬如有朋友說 之前 30元拿了 要不要止蝕 止蝕 止蝕就不是這個時候 因為現在你看到 有個勢 有機會 就翻身 有機會翻身 就不要止蝕 反正都捱了那麼久 反正 照量度的 屏頂三個型 量度升幅 又大概 這裡 量度位置 先量度位置 低位置 是 22元多 到28元左右 是4-5元 照量度到4-5元的量度升幅 那4-5元量度升幅 就可以回到30元 你的位置上 所以 要止蝕都 既然都拿了那麼久 都 捱了那麼久 不如等多一次 等多一陣 搏去 能夠衝上 也有好消息 畢竟 有好消息支持 因為上星期 本來上星期是說的 上星期 其實很多壞消息 一直在醞釀 但是 這麼多壞消息 走勢圖也不錯 所以 要以走勢圖的走勢為準 所以不用太淡 現在 之前說的壞消息 仍然在 但是 起碼有好消息 就是可以重新 立入指數 一個重要指數 所以他走勢 既然都等了那麼久 再等 好 4 5 2 2 1 2 2 2